雖然當局表明會檢控破壞環境的人 但有年青人說明晚會照樣到文化中心附近噴漆氣 不怕會被檢控 有警務人員擔心一旦嚴厲執法很容易引起公憤 鳳佩洛報道 每逢周末文化中心都有不少年青人留念 這個男生平安夜當晚也在玩 見到很多人玩得很瘋 用噴漆四圍噴 很開心、玩 有沒有想過日後的人洗得很辛苦? 他洗得很辛苦 這些事情他要做的 本身 只不過多些事情做 有什麼所謂 他說這些不是反叛 又說被票控都無所謂 落夠水 不見了就不見了 再噴 雖然政府準備在接下來的大除夕 增加人手在文化中心一大巡邏 發現有人破壞環境 會先警告後執法 但未必對每個人都有警惕作用 拘捕旁邊那個人說 你拘捕我 那旁邊的人說 你不會由幾十輛警車回警局才可以拘捕 警方發言人說他們有足夠人手 確保公眾安全和秩序 又說有人做出一些不適當的行為 現場的指揮官會決定究竟發出口頭警告 票控還是採取拘捕行動 但在警方的留言網頁 就有警務人員說 嚴厲執法很難 擔心有可能引起公憤 又說自從今年元旦發生警員和青年衝突後 根本沒有部門願意負責檢控 無線電視記者 鳳佩樂報導